那如果對方說他是對毛小孩會過敏 就是再買一套房子 然後裡面不要放毛 有一點困難 你在感情中是那種做過最渣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都是經驗啊 人生的過程 就覺得自己也成長了 是不是我講出來超有說服力的 歡迎收看愛殺愛亂玩 耶 今天呢有Skimi陪我一起聊聊天 大家好 Skimi你的網路閨蜜 那今天呢我們想要討論跟感情有關的 因為畢竟你對感情是非常有成熟的想法 但是我有問題 你有什麼問題 我想問Skimi幾歲的時候聽過你唱歌 為什麼 你是想要折磨我嗎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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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現在是 還是你是幾歲的時候有聽過大嘴巴的結果咧這些 高天堡 哈哈 你 不可能 絕對是幼稚園 什麼幼稚園 你真的很過分耶 這個學校的健康操是忘記過咧 真的嗎 這也太感人了吧 會不會但是結果的結果的這樣嗎 分手之後呢 就是我們能不能當朋友呢 這是萬年難題耶 有沒有曾經在一起過的男生 分手之後現在還是朋友的你有嗎 基本上就是都還是可以聯絡 但是說真的要到像朋友那樣 平時就出來玩啊 或者說分享心事啊 就沒有到這個程度 有些人那可能就是很恨我 恨我一輩子然後就再也不想看到我 這樣也是有可能 我也是就是曾經在一起過的男生 有的是已經是完全沒有聯絡 有的是就可以當朋友 但是我覺得當朋友也沒有辦法變成 真的很熟很熟的朋友 之前有一個說法他說分手後能當朋友的 要嘛已經再也不愛了 要嘛就是從來沒停止愛過 我有停止 我有問題 你會在工作場合遇到嗎 不會啊 工作場合遇到 好像不會耶 沒有什麼機會 題外題 好 問一下SKIMI 曾經最糟的分手方式 就是我想要陳述給對方聽說 為什麼我們之間不適合 但是對方一直覺得說可以再努力一下 可是事實上就是已經彼此都努力過 這件事情就是有不可調和的矛盾 然後分手之後 他就開始了非常一覺不正的人生這樣 怎麼意思 所以你毀了一個男生的人生 我沒有 就是我還是要盡力陪伴他 但他就是整個心情盪到谷底 然後就會開始發一些類似 不想愛惹之類的這種po 然後試過很久之後他還問我說 你當初有後悔過分開這個決定嗎 然後我就說怎麼辦 他太愛你了 我就覺得有點愧疚 所以是你先提 是我們陸續都有在針對這件事情做出討論 那他有點多 就是他後來就是那個 再也不想看到我恨死我的那個 那下一題 你有沒有曾經吃過回頭草 曾經吃過回頭草 我有跟我有一個男友 分手之後又複合過 你是什麼星座 我是獅子座 我是天蟹獎 我從來沒有回頭草 從來沒有 他身邊都是草 是回頭的 我的自尊性可能也比較高 其實我會覺得我已經是決定跟他分手了 然後就覺得為什麼我要回頭呢 我會有這種想法耶 那為什麼你當初覺得已經分手了 想要跟他又複合呢 其實當初是因為年紀真的也比較小 那時候是我大學時期的時候 狀況是我們中間遠距離 因為他畢業了他就先回台灣 然後我還要繼續留在那邊 繼續我的學業這樣子 然後自己也會迷惘說 那真的要這樣子 有點像是看不到鏡頭的一個感情 還有必要維持嗎 遠距離 然後自己也有一些自己的疑慮 後來所以就短暫分手過之後 又覺得說不行 我還是愛他 然後就複合了 這個還是要看 就是那個兩個人的狀況 對不對 還是就是每一個狀況會不太一樣 第三個 這個很重要 你有養寵物嗎 沒有 好那假設自己本身有養寵物 那如果對方說他是對毛小孩會過敏 或者是他自己本身就不是那麼喜歡毛小孩 你會願意跟他在一起嗎 我覺得就要看這個交往 你到底是想要什麼程度的交往 比如說就只是相伴彼此 相伴一段時間 那沒差那你可以不要來我家 就是我 或是你來的時候我狗先把他放起來這樣子 真的嗎 可是如果說想要走長遠的話 那這就是不可調和的矛盾 那可能就是沒辦法 可是你要想你狗不會養你被子 要不等我狗過的是他在你對 因為這個感覺就像是好 夫妻有小孩 那離婚了 要談新的感情的時候 對方就說 就是我真的沒有辦法跟你的小孩相處 可是他不會說我對人類過敏啊 因為過敏是他真的會有些身體上的不舒適 如果對方就講說 我真的沒有辦法跟你的Hana相處 我就覺得喔好吧 那可能真的不適合 因為我把我的毛小孩Hana講 真的是把他當成一個家人的感覺 所以就算是價值觀有衝突到 對 可是他喜歡 但他沒辦法體質就是過敏 他也很愛你 你也很愛他 那怎麼辦 我對貓貓有嚴重的過敏 但是如果對方有養貓 我應該會願意跟他在一起 還是就在家裡另屁一區 就是貓貓無污染區 然後你們就在那裡相處 無城市 對無城市 大家就在那邊相處這樣 然後有貓的地方就你先不要去這樣 也是可以 就是要拼命的一直在打掃家裡 所以其實這個是可以克服的 就是再買一套房子 然後裡面不要放毛 有一點困難 好 下一位 下一題 來 下面一位 你能接受自己的另一半有異性的好朋友嗎? 異性的好朋友 就要他真的是好朋友那就OK 不要那種你表面上說 沒有 這對人們 然後你擺明就是想要跟我男朋友幹嘛 那就不行啊 例如什麼樣子的 你要怎麼去判斷說 他們是不是怪怪的還是 對啊 這很難界定 我覺得女生自己會有那個 一把尺在看吧 就是對我沒有 肢體碰觸 不行 要看多姿欸 就笑的時候 哈哈哈哈撲倒在家裡 可是他沒有這樣子 就可以 這就沒差 這個可以 怎麼這麼好笑 這就不行 不行不行 所以他有那個程度上的差 摸頭 摸頭 你說我男朋友摸他頭 或者是女生摸你男朋友頭 摸頭摸 怎麼摸 欸好你乖乖喔 不行不行不行 除非那女人是同性戀他可以 這樣太不行了吧 這樣不行 不行啊 我覺得有一種摸頭是可以 比如說男朋友抓頭髮用 這樣就可以 直接把頭髮打扁 那種兄弟之間的互動 我覺得是可以 去載這個女生下來 而且還做你的副駕 我覺得做副駕他是還好 你也不能去載他 然後讓他做大胃吧 這也很怪 對啊 這也很怪 這也很怪 所以我覺得就是真的要看 如果他們真的就是好朋友 那就載他 我覺得沒事 但如果你就是一天到晚 就問我男朋友說 你原來你載嗎 好不行不行不行 對 還有什麼 來 那Skimi有沒有曾經被 別人的女朋友誤會過 有 真的嗎 為什麼 他其實那個女生本身 也是我的好姐妹 就是他男朋友 也是我們的學長這樣 然後就大家都一個社團 然後就一起會出去玩 什麼之類的 因為那個時候其實我自己有男朋友 應該是那個男生有去跟 就是我的好姐妹講說 欸我覺得Kimi不錯啊 男正啊 之類的這種話 所以那女生就開始 就自己在那邊生氣氣 但他不會跟我講 他覺得他跟我本身是沒事的 但他男朋友不能來跟我進行任何接觸 所以後來就 我才聽到說 喔原來有這樣子的矛盾 這樣子 我一個男生朋友 當他交女朋友 或者是他後來結婚之後 我自己要保持一點距離 不是完全不跟他聯絡 當然是 偶爾會打招呼啊 或者是 大家一起出來 我就覺得 這樣子 其實也可以保護 我們彼此的一個關係 對 因為我不想讓他的女朋友 或是他的老婆 會有一種 為什麼你跟艾莎這麼好呢 對 就算我們從小一起長大 就是我們老朋友 但是我不想要讓任何人 有那種誤會的感覺 所以你不會有 實之無畏 氣之可惜的想法 那是什麼 我覺得你講的說 我太偷了 太偷了嗎 我們要很想跟你在一起 但是我好像又有點喜歡你 我不希望你離開我身邊 所以我們就保持了一種 奇妙的朋友關係 那這樣的話 我的感受會好不好 你感受得到 喔 所以一直就是說 他心裡其實在喻那個人 多於在意我囉 我們都一樣在意 因為他已經跟你在一起了 蛤 但對他可能是一種遺憾 這是你親身經歷的故事嗎 很detail 很細節 很內心細 我一直好奇 你知道 你在感情中自認 做過最渣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哇 好 哇 其實我心中一直有一個 我覺得做得很對不起的事情 那也不是不是 死啦 我已經跟某一段男朋友分手了 在一起的時候 有時候要去一個音樂節 我都在美國的時候 所以票是一起買的 然後後來就分手了 那當然就是各跟各的朋友去 然後他有問說 那要不我們進去的時候 可以在裡面碰面 大家還是就彼此的朋友 還是可以一起玩啊這樣子 我就說好啊好啊 然後呢因為在路上的時候 他有打電話給我 可是那時候我就在忙著跟我朋友聊天 所以我就沒有回他電話 就是不是到了會場裡面之後 就沒訊號了 所以我就不知道他在哪了 然後他就覺得說 我好像是故意 放他鳥或是怎樣之類的 然後故意不想要跟他相處 所以後來他就把我封鎖一下相處 然後我就一直覺得 是不是對他造成很大的傷害 然後就一直覺得很抱歉 竟然也被封鎖 他可能覺得我是故意的 可是這是誤會啊 對啊 這不算是你自己本身做過渣的事 我說這個是自體發生 就是騙男友 我好像沒有耶 我這個人就是敢揍感到 對 我就可以操縱資訊的落差 但是不可以說謊 操縱資訊的落差 好像是高招 是吧 所以艾莎沒有過 我也覺得我真的是 對自己的另一半是很真心的 其實天蝎說是愛恨分明 所以就是當你真的不想要的時候 不開心的時候 我也會直接跟他講 就是我曾經有在一起過的男生 他沒有想要跟我分手 但是我就覺得我已經完全看不到 跟他一起的未來 我就直接跟他說 我沒有辦法跟你一起 然後他跟我說為什麼 我們要一起克服啊 什麼什麼 但是我就覺得我真的 完全看不到未來的時候 我就非常的 就是很直接的拒絕他 可是我覺得這是好事啊 就長痛不如短痛 總不能一直拖著他吧 但是我那時候會覺得 有一點點對他太狠了 很對不起他 但是不這麼做的話 我覺得 會更加的傷害他在未來 我想問一下兩位 戀愛過程中 有沒有最後悔的一段感情 後悔分手 後悔在一起都好 沒有 沒有 那我就沒有 當你在一起的時候 是一定有很多的快樂 對 對自己的想法是很重要 當你想要後悔 那就真的可以後悔啦 你說自己要心態上做出條件 對 但是如果你要想想看很多時候 其實那段感情裡面 也有得到開心快樂幸福 這樣想的話 其實可能也有發生一些不開心的事情 但是你過程裡面 你為什麼跟他在一起呢 因為也有這些開心嗎 好奇妙 那你呢 沒有 當初呢 如果我看我頻道的人 應該都知道這個故事 就是我在北京跟劇組的時候 有認識一個男生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 我很喜歡他 然後他也覺得說可以試試看 但後來就是因為各方面 大家對於人生狀態程度上有問題 因為他比較成熟一點這樣子 後來就沒有在一起 也就是因為這個經歷 所以導致我後來 才會去鑽研一些情感的議題啊 然後才成為了今天的 大家的網路閨蜜這樣子 然後其實中間是有一段 就是我有回去北京找他 然後那個時候呢 他有說未必我們沒有機會 但是當下我沒有接他的話這樣子 我就把那個話題轉掉了 所以說我現在想一想 會覺得說如果那時候 如果我有順他的話接 也許就是狀況就不一樣了 但現在是已經完全沒可能 對啊 蛤 太難了 非常後來的我們感情 對 談感情就是要調整自己的心態 才是最重要的 心態調整好 就會覺得 其實都是經驗啊 人生的過程 就覺得自己也成長了 對 其實我就不要說是後悔 而是不要說就是 是不是我講出來超有說服你的 那今天呢 那謝謝Sukimi跟我們分享 謝謝愛莎 很多感情的事情 謝謝愛莎 謝謝愛莎 希望大家會喜歡喔 我們大家一起幸福快樂好嗎 愛亂玩 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最後我想問一下 你聽過麥當勞的日文怎麼唸嗎 麥當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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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種那種日劇結尾 然後說哪一個贊助的那種 對 這個媒體 這個媒體 是完全沒有提供的 這個媒體 沒有提供